玩具TV第33季第三集 好像不是第三集 怎麽也好 接著要介紹的是本人機動戰士系列 最喜歡的高達 是最喜歡的高達 S Gundam 其實已經出過早前的早期版 Booster Unit 今次他無事拉拉出版本 又挖我一次水 其實是什麽事 他沒有關係 之前EXX也是出兩個版本 EXX大家都明白 根本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原著式 哥達前哨戰 另一個是原本 Model Graphics 版 一個淺色有logo的版本 舊版本也是淺色 新版本才是這樣的 本身這一個是原色的 但之前也是原色的 所以究竟分別在哪裏 大家都呆了 看錯了 就是聲音不同了 分別呢 這些就是分別了 這裏我 不介紹這裏 直接跳過給大家看看說明書 為何呢 你整支東西買回來 當然 你叫EXX高達的東西 我一定會買 炒冷飯炒冷飯炒冷飯 麻煩你了 Walker 是 第一 巡航形態 你指著哪裏 這一版 第一版 是 OK 有時間就介紹 雖然我很想介紹 因為多一句 這裏你給我說一個半小時都行 巡航形態即是哪一張照片 這一頁 它可以組成這個形態 是的 原著沒有的 無非機形態 是的 接著 糟糕了 如果你有玩到Setup Plus 甚至Set高達 你就需要剛才我說的配件 留意下方那一節 當你這個Setup Plus 拆了手手腳腳出來之後 是拆了手手腳腳出來之後 裝上這個專用配件 你就可以成為Setup Plus的巡航形態 本來原本有一個風料形態 是的 但這些是特意為 都是Set Plus的 是現在原創還是以前沒有的 以前沒有的 是用這兩個組件 就可以做到類似Setup Plus的風料形態 家產 如果大家有看到 看到這個Set高達的話 Set高達也可以用這個配件 做到這個巡航形態 可以用上去 是的 就是今次的賣點 當然了 之前真的沒有追開 Ex-Gold達的 這件的而且是一個 非常值得買的產品 封面 不好意思 其實跟上次有甚麼分別 之前是分開的 是呀 之前是Ex-Gundam的一個封面 是 即是一個DLC 噢 這次就有一批個 是一批個給你了 當然了 再看一隻東西了 我這一隻 其他人我不知道 我這一隻的QC很好 都不需要動 沒有腳踐 是的 即是說 高達前哨戰 其實真的要數 有錯請更正 1989年 Model Graphics 當時 Katoki 就是憑著這個作品 一鳴驚人 是一鳴驚人 當然不可以只歸功於Katoki 另外一個機械設計師 明貴美加 在這系列都有很強勁的協助 令整件事都非常漂亮 但真是很平地的聲淚 突然之間有人把這樣的機設出來 是的 是有點像高達 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很軍事風 而且我未見到一個高達的駕駛員那麼窩囊 你真是嚇到飆了 嚇到飆了 而且本身真的說多一點 我對於它的機設是極度著迷的 坦白說 S.GODA的主要開發目的 反而是它的超級電腦Alice 是可以跟男主角談戀愛 亦都是因為Alice救了男主角 自己就跌到大一層 它不同S.GODA 不不同SATA 它跌下去會燒成碳 故事都頗完整 而且都不難吃 上下兩集而已 我覺得它寫得比這個 UNICOR更加好 沒有那麼多知智 沒有那麼多神棍的事 當然 因為大家有看是非常開心的 就是每次在動畫中 變形和合體 變形和合體 合體了沒有 禮貌 雙重SATA也是 但是S.GODA 你腦袋變形 不斷射你 結果有一部SATA 犧牲了 這些便是適合 我叫做Sidetrack 完之後 亦都已經轉了一個圈尾 大家看 整件事是非常漂亮的 我最懷念的是那本書的封面 大頭加有些太空人 在旁邊維修 那個情景模型 有人做出來 很經典 很經典 那一期是Mono Graphics的別冊 那頭是否1比30 我想沒有那麼大 人們是很大顆的 我不確定 1比48 我猜了 那是非常精美的 轉了一個圈 就已經看到Bluestar系列 特別要留意一下 它的槍 是很漂亮的 我托出來 拍到 好 我就你 謝謝 很漂亮的 大支 大支 有沒有彎 這次好像好一點 是啊 也不差 一部EX-S的槍好像有點彎 我沒事 可能我記錯了 Gundam Fix Gundam Fix一定會彎 Gundam Fix 其實整版東西都在這裡 我的手手腳腳都拆出來 劍 一些Side Pass 剛才說最值錢的兩個可以跟SATA和SATA Plus結合的組件 手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個相對比較零丁 亦都有Smart Gun 另外一支 S Gundam的槍 當你將它變成S Gundam時 就可以用這支Smart Gun 你喜歡雙槍的 雙槍也有型的 雙槍也有型的 這個托出來 其實我想拆一支槍出來給大家看 看到本身 它的槍 其實大家玩S Gundam 都會有一個自己獨立的支架 去承諾它的Smart Gun 根本就是一支炮 是 相對的 你看它整支東西拿得很穩固 不會不舉 因為這支東西真的很幫到手 根本就是追擊槍 而且你打GVG都是用極速去掃 大家等我一會 這件東西其實有少少投鼠忌器 當然外形來說是無敵的 不過要彈的地方 就是本身做了Booster Unit之後 這個組合組件是比較鬆的 其實我建議大家放這個形態 放少許Blue Tip 在這個接駁位 這樣就相對會固定很多 就差很遠 那些模型用的Marker 就是那些Marker會令到你這些東西 滾一點 為什麼我會稍微拆這支東西出來呢 你會看到其實它是拉長了 它是可以 1 2 縮起來 當然這個 索敵用的雷達是可動 這個 多用途 可動的活動設備 機械 反而有這個設定 我覺得真實一點 因為現在機械是否都拿著大炮 沒有東西拖著 是 比較古怪 沒有動畫是因為無授權 這個又真的值得說 Bandairo和Moto Graphics本身的官司 其實叫做 完了才看到這件東西出的 接下來是否真的有機會動畫化呢 這個我都很期待 還有沒有意義呢 因為你出動畫是用來推廣一新產品 產品已經出光了 What a good question 出無形的嗎 無形的 無形也出 也有出 HD MG也有 但它值不值得為了 可能出Metal Build Metal Build S Gundam 你問我 我當然是 拍攏手掌 接下來是否真的有機會呢 不敢說 如果真的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去 我看也會這樣看 Sumball Meshinger也有 不緊要 他遊戲裡面 UCN Genji裡面 他出動畫給我 做給我 我收 既然已經插槍了 不相差 將它變成S Gundam形態 第一件事就先拔出來 在故事裡面是哪個形態 故事裡面是哪個形態 正常的S Gundam 有腳先的 有腳先的 當然 你看到這組件 跟這個XS 都不相差多遠 因為這個 多了一個i-fuel 對腳再整理 基本上 夠夠實實了 今天有沒有電競 有沒有電競 今天有沒有電競 搶到嗎 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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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中文其實是否 所以我暫時會叫 香港沒有報告 沒有官方的譯名 雜誌 無緣雜誌 基本上要 拆除所有東西出來 麻煩 水爺 這一個可以 免得一會兒撿鑊金 可以先塞進去 剛才我們拆了出來的東西 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究竟有甚麼部件需要重新 這個也是美麒麒麟 沒錯 裝回去 可不可以說 為何這部S Gundam沒有動畫 有師兄回答他 是 楊言說到他死了一天 都不會給他 是誰 作者 作者 為甚麼我死了 不用這樣 甚麼事 玩得那麼大 玩得那麼大 只是高達 看看要拆甚麼 不是戰爭與和平 首先 剛才我說的 最容易脫掉的 就是這裏 不可以整組拆出來 不是比較 是很鬆的 但這位置拆掉是不能動的 對 是固定 因為你動就動 側近這裏 中間這裏是固定的位置 反而是比較麻煩 所以在這些位置 加一些Blue Tape 整件事沒有壞 好 等一下 你是否放在桌面 我跟不到你 不好意思 我都要 早上拍到給水哥幫我擺 因為收藝的時間 是很久的 有師兄都是粉絲 有本書好看 拆出來 10時9時的時間 快點 拆回雙腳 就這樣拆了 又拆了 不停拆拆東西 那是我最喜歡的高達 很快立刻拆到 我最喜歡的高達 700元賣全新 可以賣全新 那是可以的 因為你都不打算玩 那是放的 而且你擺帶 也是 玩不到的 如果五塊多水 便可以的 最有型 我都覺得那個是 我市場買得最多的高達就是Deep Striker 我買了八次 砌了一個完美的出來 其餘全部都放回 因為這個我和自己是不會讓步的 我一定要一個完美的 所以我現在這個就是完美的 但到現在可能都很黃 是 事實我承認 我是超究極完美主義者 玩玩具 你沒有說錯 我承認 現在很開心 感覺很… 我要他吃在我手上 德國不斷動 不好意思 玩玩具 不斷動 不斷動了觀眾 好像是黃家衛 黃家衛鋒 其實大家可以放心 本身這個位置都是金屬關節 這裏就是我估計是類似PU的東西 所以變成內久性都耐插 他這次好像又放過那隻 藍色那隻 大哥 你放那麼多年都仍是試作參考 那部這個沙古二營 也是我極度期待會入手的 我放了十年 吃碗也出過 吃碗也出過 但是這個系列 只是說是模型 不是 只有Duntal有多少 不是Duntal有試版 試了很多年 Morris說Deep Stryker和GP03D 會不會有親切關係 高達系列來說 本身GP03D的設計目的是 據點防衛用 據點防衛用 簡單來說 在一些特定地方 例如馮布朗 大都市 做據點防衛 但Deep Stryker的設計理念 是一擊脫離 它是以很極短的時間 衝去敵陣 發你老美一炮勁的 摧毀敵人的中樞之後 即撇 所以變成某程度上 是不同設計理念 當然你說這件事 是否真是沒有關係 我又不敢說 放過來普遍就行了 畢竟是以前出過的產品 其實我這件事我真的可以說過幾宗 我們就是知道 所以被人收拾 不讓你說出來 重點 我先把槍插上 那班人好像就完了 那你放在桌面 別再揮手 本身其實我想 組裝巡航型態 還有玩這麼多槍 還有做所有其他有型的姿勢 巡航型態就是第一張圖的 就是這個 即是變飛機 對 打3G形態 即是拿成員物資來拆一隻東西出來 原來我未插上過 現在這個就是機械人形態 沒有腳的形態 沒有腳鵝仔形態 剛好 又是202410大BestPi 這個沒錯 DMS BestPi at 2024 10大 即是10大 其中一件BestPi 這是事實 但很漂亮 又QC又正 幾何說QC好 難得 Bandau 我只想說Toyce BB 不是 Toyce BB 這次沒有 對不起 好了 簡單 放一個 不好意思 我無論如何都要說 玩S-GODA 其實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角位 亦有機會經常性地撞到 例如頭 因為頭本身的設計較大 所以變成動的時候 有機會都會掛到下方 另外就是 醉牙煙的大腿 因為本身旁邊有槍在此之餘 前面這個 脫了 不用擔心 我記得這個位置很熱 其實我自己插不住 現在其實不脫 不脫 膝頭後面是否可以裝劍 沒錯 劍盤是收起膝頭哥 對 這是好玩 繼續說 本身這個前護甲 很大機會會撞到大腿 所以你動的時候 無論如何都要先把護甲 以及當你動的時候 你都要留意 本身旁邊兩支Side Gun Side Gun Side Gun也會撞到護甲 有機會 所以變成要 走開一點點 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另外就是 膝頭相對其實不用擔心 如果當你剛才裝組了這個巨型引擎的時候 你就比較麻煩 因為剛才裝組的時候 都要特別留意 兩支圓桶和 可能要弄這邊 不好意思 兩支圓桶和本身的Booster 都很多機會會撞到 雖然其實設計上 它已經很聰明 本身其實它連這個Booster組件 都已經設定了一個可動的位置 除了用來形式之外 它就可以避到這麼粗糙的燃料桶 不過都要小心 有機會你不小心又會撞到 另外 另外 這支炮也是 它有四輪插在這裡 但是 這個位置 有機會跟這些位置撞 所以它也很聰明 可以抹開 但是重點是 你要記住 抹開後才會好插 否則又有機會刮花 最後 大家要玩的時候 雖然它本身的關節相對比較緊 相對而已 這些肩膀位是很大機會 因為它的可動性真的不錯 所以變成 這裡就會撞 玩的時候 拉出一點點的關節位 你才去動 還有不要用死力去動肩膀 當然肩膀這兩邊 也有機會跟它這麼有型的天線去撞 因為它的可動性真的不錯 所以變成動肩膀特別留意 大致上要玩S Gundam要留意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 肩膀的甲是否有移動 那是甚麼意思 刮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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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下 好棒啊